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欢唐高老师,再度感谢你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要来说明我们的第三个车类,就是跨自己平台的车类,也就是建立中间间的车类。 那在这个单元呢,我首先要帮你介绍的就是我们的策略3,也就是建立中间间,叫做Middleware。 然后呢,这个建立中间间,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能够跨自己的平台。 那在这里再说明跨自己平台呢,到底有什么好处? 其中呢,就是让我们自己的平台,可以新存代谢,可以不断的改版,可以没钱就改版,改版就有钱。 然后呢,我们的中间间呢,除了跨平台之外,还可以跨客户端。 所以呢,它有两种效益,一种就是跨平台的效益,一种是跨客户端的效益,都会帮你做说明。 最后呢,说明这个中间间的设设计原则,以及它的方法。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主题,就是策略3,也就是建立Middleware。 首先呢,我仍然帮你做个铺垫,来衔接上一个单元的这个议题。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看我们的这三个实践车类。 所以,首先看到的就是跨Middleware大平台的这个车类。 这我们是规到车类No.2,就是写天指令诸侯。 这是我们上个单元所讲过的。 然后呢,这个跨芯片的小平台呢,我们是列入我们的第一个车类。 就是把它EIT的,这个我们也讲过了。 现在要讲的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车类。 这第三个车类呢,目的就是透过建立中间键,来实现这个跨自己的平台。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再来复习一下,看看这个车类1,就是把它EIT的。 车类2,就是写天指令诸侯。 现在车类3,就是建立中间键。 好,那么现在,因为大家都喜欢问我,那这个车类3是从哪里来的? 那高老师是怎么想出来的? 其实呢,是我跟很多团队的队员一起想出来的。 一起想出来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是这个思考的过程,探索的过程是怎么做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反思一下心中里头不自觉的假设。 这是我在之前介绍过四项这一个假设性的思考,其中的第一项,第一项的思维。 所以呢,我们现在再来复习一下我们的总目标。 我们说这个A段架构是呢,要基于这个愿景,然后呢,来协助呢,制定商业模式,还有这个产品的创新,还有架构设计。 那之后呢,我们要来落实到这一个产品车类,因为一个公司,终究这产品才可以卖钱。 而且呢,之后呢,要交给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是A段架构师,那我们之后呢,会交给B段来做开发。 那么,B段做开发的,这以产品为主。 所以呢,架构师呢,在从A段到B段的衔接上,这个产品的策略,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这个高老师定下来,就是,我们对产品的策略,追求的目标,就是我们产品要有独特性,要与众不同。 那么,我们产品要可靠,要可靠。 那,就是,要让大家觉得,用起来呢,非常的稳定,非常的放心,还有普遍性,让我们的产品可以在不同的芯片,不同的这个客户等等,大家都可以普遍性的接受。 所以呢,我就,啊,这个,你定了,这个软硬整合呢,当成实现,它的手段,测试呢,实现可靠性的手段,跨平台,实现普遍性的手段。 那,然后呢,我们就把,精神聚焦在,这个普遍性这个地方。 OK,所以呢,我们心中很清楚,我们的目标,是普遍性。 那,我们目前选择的手段,是跨平台,啊,跨平台。 所以呢,我们的重点呢,啊,现在,把它放在这一段,啊, 啊,因为,啊,因为,啊,我并不是在说明,这个整个的目标,或手段,而是在说明,呢,啊,怎么从普遍性,然后呢,推到跨平台,再推到,推到这一个,啊,车内,啊,推到车内的方向。 啊,啊,再推到测试emic召试试。 的字变,啊,我是在谈这一个,整个的思路,啊,整个的思路,跟它背后的哲学,跟它的哲理。 OK,好,那我们现在,啊,这一个,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来, 反思一下我们的假设 在这里我们的假设是什么呢 只要能够跨别人的平台 又能够跨自己的平台 就能够摆脱平台的伺服 那这个是我们的假设 而且还加了一个 如果可以摆脱平台的伺服呢 我们就可以获得了普遍性 因为我们在各种平台上面 都可以执行呢 所以我们就会既有普遍性 那这个是在我们心中 我们认为它是真理 它是真理 但是我们把仔细的反思 看看 我们把它反思之后 再发现呢 若P则Q 这个是没问题的 如果能够跨别人的平台 又能够跨自己的平台 因此就能够摆脱平台的 这个枷锁 这是对的 这个是真理 是true OK 那么下面这一个东西 就不一定了 如果呢 这个P plan 如果P能够摆脱 这个平台的枷锁 就能够获得产品的普遍性 这个其实 推论有一点推太远了 有一点推太远了 所以呢 在这里呢 要打个问号 我们要重新的 反思 我们所依赖的 这样的一个假设 事实上 可能站不住脚 可能站不住脚 所以我们再来 看看我们 依据我们之前的假设 所做的 这个收音推理 我们的目标 把它定在 这个跨平台 就是跨芯片的平台 而且 跨Android的平台 在这个条件之下 在这个目标 那我们 是基于这种假设而来的 基于这种假设 基于这一个 EIT的造型 那么 可实现 跨平台 那 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跨平台 这个没错 这个没错 基于这个的策略 可以实现跨平台 因此呢 我们要得出我们的 这一个手段 基于这个EIT造型 然后 来拟定 跨平台的策略 那 这是因 如果呢 我们能够 彻底的 实现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们就会有这种果 这是没问题的 所以 整个 这个假设 跟这一个 收音推理 看起来 都是很合理的 这是对的 这整个的推理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都认为 这个推理是正确的 但是 事实上 刚刚的这个地方 就是说了 这个普遍性 跟跨平台 跟跨平台 不见得是 完全一致的 就是说 能够跨平台 就不一定 不一定 保证普遍性 这是我们 反思的结果 那我们来看一看 好 如果把这个 真正的目标 其实我们 真正的目标 是要普遍性 而那个 这个跨平台 只不过是 手段而已 所以呢 我们又要再一次的 检验 如果呢 这里把它写的 普遍性 结果呢 我们就发现 这个 只有跨平台 虽然我们 基于EIT的造型 来拟定了 跨平台的车类 但是 还不一定 会达成这个普遍性 也就是说 如果非Q 非Q 在这里有找到 那个 不计普遍性的 但是 是这样子的一个 做法 就如果P 却非Q了 那 这个就有问题了 就是说 即使我们跨了平台 还不一定 会有普遍性 不一定会有普遍性 所以呢 这个的假设 就有问题了 所以把它画差 画差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 开始 再换另外一种假定 这个假定是 没有理由根据的 所以这是很多的创意 所以我们就会想呢 那么 上面这个部分 只是一个漏差 就是 从跨平台 跨平来到普遍性 到底这个gap在哪里 差距在哪里 谁结果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了 这个 跨平台是必要的 具备的很好 如果再能够加一个 跨客户端 就等于普遍性了 OK 原来 原来 这是属于 譬如说 client的 跟server的概念 这里我们谈的平台 是指server 我们再加了client 我们的 这个如果能够 跨更多的客户端 那么客户更多 那普遍性 就实现了 我们既能够 让更多的client进来 又能够让更多的server进来 那这个才叫做 既有普遍性 所以呢 过去的推理 并没有错 只是 我们再加了一个 跨客户端 就行了 所以 所以接下来就这样子 若有跨平台性 且跨客户端 就能够拥有普遍性 因此呢 我们就把它调整了 这是要取得 JCO的制定权 而且呢 要能够提供通用性JCO 那若P 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可以得Q 得到产品的普遍性 那这一个 看起来 是没有办法否证 因此呢 我们就继续的 做下去 继续的做下去 因此呢 因为没有办法否证 所以呢 就引导我们 继续去探索 发现新的事实 所以我们就 把这个当成 我们的目标 当成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 一 拥有跨平台性 这个我们已经 知道了 这个跨自己 跨别人的平台 我们已经started很多了 没问题 只要再加上 这个跨客户端 好 但是 我们现在加了跨客户端 那到底 这个从现实当中 到底有多少落差 我们要 再缓失一下 再缓推一下 因此呢 我们就 一记呢 我们的 右脑 带动 左脑 第一个动作 还记得吗 这个右脑 第一个呢 右脑 这个带动 左脑 然后呢 第二个动作呢 是全脑 两个脑 都来这个 观想 观想这个go 观想这个go 这是 然后观想了之后 第三个动作呢 就是 Mapping from from vision 就是我们的goal to reality to reality 用个大 就好了 所以呢 现在就开始 从这里 往回 Mapping from the vision 我们观想了之后 再推回来 推回来我们发现一个unknode unknode的知识 就是关于通用性接口 我们的知识还不足 还不足 所以呢 就引导我们去找 去发现 这个哪些是我们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就会去要求阻挠 去study这个通用性的接口 因此呢 我们就开始来探索 这个未知的事物 那未知的事物在这里呢 就是通用性接口 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来study 通用性接口的基本结构 那这是从这里的 整个我们的思维 然后引导我们去发现 未知的东西 然后我们才把未知的东西 把它变以致 把它变以致 OK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来study 通用性接口的基本结构 所以呢 这个通用性接口呢 基本的做法就是 就是一个EIT 就是EIT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 这个抽象函数 收象函数当成这个I 那就是 基本的一个EIT的造型 那从这个造型出发 然后呢 这个造型呢 就提供一个接口 例如说 提供的是这个接口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给可爱端的 一个通用性的接口 给可爱端的 的这个通用性接口 OK 所以我们就是要加上这个东西 这就是我们 这一个 EG刚刚的这个脑筋的思维 引导我们 来注意到 这个可爱端的通用性接口 那这个I呢 也是一种通用性接口 这个通用性接口是给T的 是所有的T 比如说T1 然后再有这个T2 再有这个T3 他们是所有这个T 共用的接口 那这个是给可爱1 可爱2 可爱3 的一种 共用的接口 这样子 所以呢 这样子叫做 成双成对的 这种通用性接口 一个是针对可爱的 一个针对 这个平台的 所以呢 因此我们就可以 可以获得普遍性 我们原来只有在这一边 还不见得有足够的普遍性 所以这边要再加上来 这样才是一个足够性的普遍性 好 我们这里的E 提供了IE接口给client使用 因此呢 client可以透过这个通用性接口 来调用E的Operation 就是这个client 可以透过它来调用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呢 再来调用它 它的实现代码在这里 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这就是在执行T的Operation 的实现代码 所以呢 IE接口跟I的接口是一致的 就是我们在刚刚这个例子呢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个函数 跟这个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所以呢 我们会再看到 有更常见的一个形式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一个 这一个 有client 这一个 1 或是2 等等 到cn 它是来扣 这一个函数 叫做Operation 然后扣了之后 它再来扣 它的 OnOperation 那这个 OnOperation就是I 那 这个Operation是这个 这个这口的 所以它两个分开了 然后 这个再往下调用 OK 那这是最典型的 一个通用性接口的 一个结构 一个结构 所以呢 我们在 这一个 策略3 我们就是 除了跨自己的平台之外 还要加 跨客户端 才能够 来达成我们的 终极目标 叫做普遍性 我们就是因为经过反思 所以呢 会发现到 这一个东西呢 原来我们 我们的思考里头呢 并没有考虑进来 所以呢 现在我们就把它考虑进来咯 所以呢 这个Operation 是这个转换成I接口 所以这个时候呢 IE接口的内涵是这个 I的接口呢 它的主要的函数是这个 所以 这个IE跟I是不相等的 是不相同的 所以它会 先调用 先调用这个Operation 先调用这个Operation 再来调用这个Operation 这一段是在讲 它这个Client 透过IE接口 会调用到 这个Operation 然后呢 再调用到Operation 然后就执行到 T里头的实现代码 这里 这里的IE接口呢 是对Kind 跟这个对T的接口两个 是不一样的 函数名称 函数的形态 函数的参数 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其实呢 上述这个接口设计的模式 就是由两个EIT所组成的 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 在这一个整个呢 是由两个EIT所构成的 一个通用性接口的Pattern 所以我们称为是一个Pattern 而不是一个造型 OK 所以呢 这就是两个EIT 其实呢 这个就是I 那只是C呢 这个E是等于Client 是把它退化了 它就不限制 本来是有个E来限制这个I的 现在是变成开放的 只要C1C2 一直到CN都可以扮演这个E的角色 都可以扮演这个E的角色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叫做通用性的接口 如果这个只有E可以用 那这就是E专属的接口 现在把E把它开放成所有的Client 所以它就是变成典型的一个通用性的接口 那至于这一个 它是对这个T来开放的 所有的T1T2 一直到TN都可以来接这个接口 来接这个接口 OK 所以它是针对这边的一个通用性的接口 它是针对Client的通用性的接口 那么这整个Pattern呢 是由两个EIT的造型所过程的 所以上面的造型呢 是一个退化的造型 就是没有限定它的E 也就是说 所有的Client都能够扮演这个E的角色 那么这个IE接口呢 就变成一个通用性的一个针对 Client端的一个通用性的接口 就是刚刚说明了 这一个因为它没有特定的E 所以把所有的Client都可以扮演E的角色 所以它就变成了 这一个这个IE的接口 就成为通用性的接口了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策略3 所补上去的这个部分 就是要涉及通用性的接口 来容纳各式各样的Client 各式各样的Client端 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Client1 Client1 Client2 都是用同样的这个通用性接口 那通用性接口 再把它转成呢 这一个给T的一个通用性的接口 这个是给Client的通用性接口 这个是给T的通用性接口 也就是给Server的通用性接口 那这就是我们要来达成呢 我们的普遍性 要来实现 这个部分呢 是这个I 是来做跨平台的 就是这个部分 是我们的一个平台的部分 所以呢 这是平台 这是平台 那么这是T 这是T 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T 来EIT的T 来实现 跟I来实现 这个跨这边的平台 那么这一边呢 是透过 IE这个接口 来这个跨客户端 跨用户端 这个是跨平台 透过这个I 来实现跨平台 透过这个I 来实现跨階端 OK 那这是我们需要的一个基本结构 那这是我们在 透过刚刚的假定来引导 所以我们来study study的结果呢 事实上 越来越多的事实的证据 说明了我们的假定呢 越来越是真的了 虽然还不能完全实证 但是越来越像是真理了 OK 那其实通用性接口 常常是成双成对的 例如说 有了这个IE 这边就有一个I 就成双成对的 例如下图的IMS 对client端的通用性接口 那常常会对server端的这个I 是对应的 就是 它是有一个是对client的 一个是对server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刚刚的类似的 有client123到N 它是共用这边的通用性接口 然后呢 这有T1 T2到TN 它是共用 这个通用 这个I这个接口 所以呢 这个I接口是适用于这边的T 很多的T 这适用于很多的client 这我们称为叫做对server端的通用性接口 对client端的通用性接口 然后它是成双成对的 这样子 这样子 随着系统的成长 那么会有更多更多的通用性接口 会出现 就形成一个框架 或者 成为叫中间键 成为中间键 所以呢 像这样 就变成一个刚刚的这个通用性的接口是这个 加上I 那这是一个 然后越来越加越多 还有这个通用性的接口 还有这个通用性接口 那么 它是IP 这个P 那这边也有个I O 这个接口 那还有这个通用性的对client的接口 通用性对client的接口 OK 那这样的越来越多 合起来 就变成一个框架咯 一个框架 那或者呢 就是大家称为的中间键 所以我们要键的中间键 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么 它有这一个对client端的通用性接口 然后呢 对这个 T的通用性接口 对平台的 这是对client端的 一个通用性接口 这是对client的 对平台的通用性接口 那么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是对平台的 这一个通用性接口 这是对client端的 那这是 对平台的 然后这是对client端的 所以这样子成双成对 然后越来越多 那这个我们就称为中间键 那我们建立中间键的目的 就是要跨平台 而且要跨客户端 因此呢 这个中间键 合乎我们的 这一个 整个目标 所以我们就 把它定下来 我们的车内三 为了追求我们的产品的普遍性 那么我们 来建立这个中间键 来建立自己的 这一个框架 来提供通用性的接口 那我们就可以跨自己的平台 也可以跨我们的客户端 OK 那这就是 接下来呢 我们的client 这还有client to等等的 那都透过 这一个 通用性的接口 然后呢 这边有这个平台 平台 等等的 那就是这样子接起来了 那这就是上面这一块 我们就称为叫中间键 叫中间键 OK 那我们建立中间键的目的 刚刚有说明的 就是要跨平台 跨客户端 让我们的产品 具有高度的 一个普遍性 一个普遍性 那我们的手段 就是做中间键 那么看起来呢 这个手段呢 看起来是 越来越像正确了 越来越 那这个更多的数据 证实呢 我们的假设 应该是通的 所以通用性接口呢 成为 成双成对 其中一个是 对隐碍端的 通用性接口 让我们的产品 能够跨客户端 另外一个是 对server端的 通用性接口 就是我们熟悉的 EIT的I 让我们的产品 能够跨平台 所以我们不只是 跨自己的平台 还能够跨客户端 因此可以实现 我们的 这个普遍性 随着 这些未知的事物 譬如说 我们刚刚的 通用性接口 就是我们刚刚所 study的 这个未知的事物 现在已经变已知了 所以我们随着 这些未知的事物 的不断的探索 跟学习呢 这个很多新的事实的 数据 显示呢 支持我们的假定 我们的假定就是 透过 这一个 透过我们的 这一个I 来实现 这个接口呢 的制定权 来实现我们的 这个跨平台 然后再透过我们的 通用性接口 对客户端的通用性接口 像IE 这样子来 实现我们的 这个跨客户端 因此那可以达到 我们的 普遍性 那这是我们的 假定 那目前呢 有这些未知的事物 的探索呢 似乎显示呢 蛮支持我们 这个假定的 因此呢 我们就会 继续的 维持这样的 一个 推理 就是维持呢 这个的假定 目前还没有 被推翻 所以呢 我们就是 以这个当成 我们的 一个 手段 就是 第一个 取得 接口的 制定权 第二个呢 提供通用性接口 然后当成一个 因 或是 或是 手段 然后呢 这个就变成果 或者是 木地 那 这是由这个 假定 而来的 那 目前没有被否证 所以我们就会 继续的 往下推进 咯 继续的探索 这一个 更多的 未知的 知识 然后呢 更来支持 我们的 这个假定 来检验 我们的假定 因此呢 我们就继续的 来探索呢 我们的 实践策略 咯 目前的假定 没有被否定 而且我们的信心 越来越强 所以我们就 继续走下去咯 好 那我们就 先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咯